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摩君叔 识起来无尼佛 无上神秘理明法 别车万账人造乌 无今更无人计守 无人计守 万账如来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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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技术的律导人 好 让我们一起来 看着法老庚 今天这个法老庚 可以说 我们 之前所感到的部分 是说到这个 所以 对这个阿罗汉 这第二主 为他们想起 让他们也能去 了解体会 就是说 修持佛法来 不只是 天流在这个阿罗汉的境界 还有一个最究竟的目标 就是要成佛 没有到究竟圆满 成佛 都不可以体账 那么成佛了以后 他更加清楚 成佛要做 成佛因做之事 所以这就能够感到好 而且对这个阿罗汉 对这第二主来说 印度的心 感觉非常一种的 惊意 所以惊意 原来什么这件事 这第二主呢 你也要当 不是只有佛能成佛 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所以我们之前由这个第一品 从续品 从方便品 开始 一直到 我们在第一次 讲完这个 对这个 学无学人授记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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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顶里面 就是 说出的 开拳显示 慧山归 一个非常重要的 法华经的宗旨 开拳显示 这是佛道 有什么一开始 就没有说到 成佛的这个境界 这是 成佛的大众 成 短烦闹 管理谈情期 在这个 过程里面 有说的 就是谈情化修品 谈情化修品 谈情化修品 谈情性改修品 来到公园 有说的就是一些公园 那么一开始 跟大众说 把佛 收衣 一开始就嫁要成佛 有很多人会怕 他那这些 最基本 好不然就怕佛师 要来继续 你就说 大家来出佛 不要说要成佛 说来来出佛 差不多一次 两次就完了 但是也说 可能大家都会出佛 他目前来说 这个董事 这个太虚大师 他先问一本 建议就是整理生 节制度位 里面就说 一些正常的制度 那么其中有人问 这个太虚大师说 假如所有人都去出家怎么办 太虚大师问那个人 那你出不出家 说我不出家 那还有你呢 不用担心 所以说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难不倒这些大修行人 难不倒这些大修行人 所以主要在这个 科学院里面的 最主要的 我们之前所介绍的这个经文 是在凸显 过去佛 现在佛 都行菩萨道而成佛 没有一位佛 是离开了菩萨道 而可以成佛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理念 什么叫大乘菩萨 什么叫法法去 就是行菩萨法 那过去佛 未来佛 都讲什么 有一个理念 独送大乘 修大乘法 什么叫大乘法 就是菩萨法 就是菩萨道 没有一位神魂的 他的过程 他离开菩萨道 而可以成佛 所以 这就是我们大乘菩萨道 里面的非常特别 也非常重要的精神 他们精神所在 所以大乘法 什么叫大乘法 离开了菩萨道 就没有大乘法 很简单 这个观念很清楚 这 这 这不在无人家可 不在无人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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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菩萨道 也没有 菩萨道 也许我们在这个 生死活的过程里面 可能有很多可行 有可能有大乘的失质 甚至有带到的观念 但是 又有任务的境界来 他不会放弃菩萨 那才有意义 所以法庭坚也特别告别 妄失菩萨道 受一切成立 改为无人家 受妄失菩提心 修一切善法 皆为无业 所以 过去分 现在分 未来分 都是受菩萨道 化菩萨道 受菩萨道 硬硬成分 但是这个观念 我们接受菩萨道 但是 它的意义 有什么人无情错 当然 我们参考药 徐菩萨道 可一开始叫我们 都受菩萨道 几个人办得到 我实在 我们在这个 大乘菩萨的国家 大乘菩萨的环境 很大 不然大家 一开始都去菩萨道 尚算不许 每个人都会禁止 但这可能 青天就是 大乘菩萨道 所以 它是大乘菩萨道 但是 我们所有人 不是真的大乘菩萨 这是很大的讨论空间 也许我们接近的是 大乘佛教的誓愿 我们读诵是 大乘佛教的经论 可是我们的所作所行 是不是真的符合大乘法 听听懂意思 这是很直接的 所以 你看 有什么来说 当时 这些阿罗汉 亲近世尊 他们都亲近世尊 都不一定 修大乘法 和我们只是 接近大乘佛教 所以我们修大乘法吗 有什么好理 这样讲的意思 那些阿罗汉 可以说 死死死死死死死 那些阿罗汉 就会生病 就会生病 就是大乘法 是经过的世主 就会说 你们不要只有停留阿罗汉 他这么怕生病 他说 我哪有 他有什么要生病 想想 这就是青年 大乘佛教的道理 有人就会说 我也想大乘法 有时候觉得惨愧 我们身披大乘佛教的身福 法福 可是我们的信念 竟然不够宽寡 惨愧已经会来 有时候是这样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在这幻的教修 在这 有时候 有时候 有一些法务 主持法会的时候 有时候 我就看了一个教修 八十月 九十月 我出来 那时候这老大人 就会有点 老大人 老大人 都休息了 老大人 说话都很可愛 有人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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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力量 会认识 他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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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一切善法 他不会停留下来 所以 在我们 等一个 要进行到 讲法术品的时候 想要看 那个大乘法的精神 接下来要谈的是 大乘菩萨道的法义 怎么去做一位菩萨行者 之前在跟你说 我们都一直停留在小乘法 或者仁天法 一定要记住 这个不究竟 放下他 再做一位 真正实实的菩萨行者 现在开始要介绍 怎么样做一位菩萨行者 这些人在跟我们体制说 这不就是每一天 就是大乘菩萨道的 但未必的是大乘菩萨道的 大乘菩萨没那么容易 讲白了没那么容易 他不容易的地方 就是菩萨道难行 难行灵行 难静静静 难行能行 行人所不能行 行人所不能行 忍人所不能忍 这就是菩萨 这几句话很简单 听起来很震撼 可是要做起来实在是 真怕死 男忍又能忍 拔头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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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里面 禅前的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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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西班人廟往往不是看眼前的 你能做到多少 菩薩他就是那種大丈夫之行 大丈夫之行 他在台中是跳出到世間的人上路上 他做的是一種心懷中心 心懷一切眾生 心懷一切眾生 他念這在這個是一切眾生能否成佛 大丈夫之行 藍年科技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之前介紹到這個 由這個夏靈魂 由這個教師婆帶 爸爸到這個父母和阿蘭尊者 因為我們正在說阿蘭尊者 他說過期阿蘭尊者 他跟小時候是孫兄弟 跟小時候都是孫兄弟 但這基因的這個堅持到 這個堅持到 堅持到這個堅持到 好要修詢 那一位就是什麼 阿蘭尊者 只好要多問 疼得太多 但是都沒做 所以已經到達到那邊 還是一個出谷 那在法律經當中的社群 剛起就說一切眾生改靈成佛的時候 對於法律回鄉的所有的出谷 宰谷 包括天靈 菩薩 丁丁 後來警察清楚說 修憑這條路 佛法這條路 身份這件事 是什麼人都沒辦法拚命 畢竟呢 我們共同的目標人物 就是要究竟成佛 所以在法華經呢 從第一品一直到這個第九品那邊 就是蓋小品 怎麼樣的 認識菩薩當 那麼從第法師品呢 第第十品還說 你怎麼做一個大型的 大型佛法的現象 所以這個法師品 這個法師 啊 我們來看看這個 三百二十八頁 啊 三百二十八頁 啊 看來今天在說的 法書這個法師 談的就是菩薩 以法師人 以佛法布施給一切大眾者 而成為法師 看來法書這兩個禮的 全個形勢 這根頭的法書 啊 沒有符合於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則非法師 你不要用文化去教中佛師的大眾人 他們不是真正的法師 是以法師人 以法為師 以法布施給人家 是這個法師品 你看說 談的法師是這樣 所以正開始我們開始 說 我們看來做一個菩薩的現象 可能我們有當中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難人 不好做的事情 但我們必須要去做 在我們說 很多人我們做不夠 但既就我們已經盡心盡難 在我們運動做的環境 譬如說今天我們必須要做什麼的見解 必須要做什麼的事情 你必須要去做 菩薩道最基礎就是 你今天當完成的事情 我今天全心全力去完成 啊 這就是菩薩 你今天要完成嗎 你今天就好好做好嗎 不會拖禮待生 菩薩就是打仗 好 我們來看看 什麼就是法師 來 三百二十八月 門下第二段 法師之意有兩個 有嗎 有看到嗎 法師有兩種意思 第一呢 能夠信概想起 而且能夠為大眾改選 這個妙法就是見外菩薩 妙法之意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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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性 解這兩個人很重要 來 上面是 性 性 信就不疑 很困難 信和信都不懷疑 我對菩薩就有什麼事情 不你都會懷疑 我哪就會這樣做 不會懷疑 蓋 零行 可以做 直到以後都能做 才叫做信節 我們現在很多大部分是停留 絕大部分 有些連信都還沒有信 我相信菩薩就是健康的 也應該做 能信 待會必能解 所以還不是因為真正真正的 達成菩薩行者 大部分都是天分之一 會信 最失態是無論 但是靈戒最怕是一 要做一段經理 他靈戒才叫做靈戒 知道他還管理什麼 就像譬如說 我們最基本來說 慈戒 慈戒會很重要 我們把慈戒比較重要 也比較重要 但是管理去慈 管理去慈的人 還是有 但是知道菩薩地做的人 還是大的人在 知道慈戒很重要 他必須這樣慈戒 那時候就 你慈戒了 你慈戒了 我沒慈戒了 我沒慈戒了 我可以慈戒 可以慈戒 還能為人家改善 自己能慈戒 又能夠為人家說法 慈戒又能說 能為大眾說 可以為人家說 我慈戒就是頭上 大勝法 好 要開啟了 這個觀念 來 我們繼續看 因為這個法書 是 信戒修持 你現在為人改善 能夠解說 為了大眾能夠解說 解說 能夠解說 比起來能夠怎麼樣 只為修行者之鬼犯 是一切大眾 所以修行者 典範 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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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的魔幻 所以菩薩的行為 除了我們自己在那一句 借個禮物 也要讓大眾有信心 所以修行 最基本的條件 就是大眾 帶我們的心想 看到修行的信心 你看說 那些行為 看我們都看得到 人家在你身上 看不到信心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修祺 佛法國論 在家出家 在我們心上 所以我們看得到信心 就是我們不要做出 讓人家覺得會積賢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會起家中 你讓人家起積賢 就讓人家對佛法 失去信心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想 唉唷 想不想看 你看看我就怕了 有時候有人說 唉唷 師父 我 趕快去避 people 我不趕快去避兇 我不趕快去避兇 唉唷 我這個生以世 照著我們見來見 見到好 你哪見見到見到那裡 他沒了解 我們這是為佛法而徵 不是為世間法的名利而徵 我跟你說 我那是這樣 你做這事情 內容看似一樣 但實質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在哪裡 法 本來就是要斷暗紛鬧 境界來就是你讓我對地 他說 我要說 他說一開始 剃刀 原定就都沒煩惱 他那時候就沒出家 他這是剃剃刀 還沒剃刀 刀刀那裡就沒煩惱 哇 那就像台大 中心都冠了 刀刀刀 為什麼 不用啦 這原定病都沒了 煩惱都沒了嗎 不是啦 確定不是這樣 所以說 開始刀刀刀刀才是開始在面對煩惱 才是真正要承擔面對煩惱 相互煩惱 在家裡有人問我 大家為什麼 開始故意要 所以有人問我 剛才我一直說 我說 我不會煩惱都沒煩惱 我煩惱都沒煩惱 我煩惱都沒煩惱 我煩惱都沒煩惱很多 很困惱 很困惱 我說 我煩惱都沒煩惱 我煩惱都沒煩惱 一天就說 吼 怎麼會這樣 因為那裡有習慣 他也不知道 你是他煩惱習慣 你不記得你的煩惱 為什麼你沒煩惱 我不要煩惱 我沒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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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幾十歲就沒煩惱 是他煩惱習慣 不去賣角度 是他沒有煩惱 他就這樣跟地上說 什麼你沒煩惱 你是在太陽底下熱得太習慣 熱得溫透了 不是沒煩惱 所以有人說 我沒煩惱都沒煩惱 在學校都沒煩惱一堆 我跟在學校看著煩惱 然後這聲音有事情搞定 為什麼 你只是不懂 又在面對身上 因為以前看不到煩惱 你就不知道要怎麼去 跳躍到煩惱 這不是煩惱 那是當時你對世間 有很多的慾望放不下 現在開始教你怎麼方向 你會覺得不敢 你覺得不捨 我本來很習慣你的慾望 怎麼現在叫我不要呢 他最近本來說 我早上睡到自然是不太好 偏偏在休息才不去做 我就看那個常常吃雜燉 常常吃雜燉 就我習慣 偏偏多半個要吃 要去煩惱 就都問到這小事去煩惱 這小事去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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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不煩惱 這就是不煩惱 他就是不煩惱 想不煩惱 想不煩惱 好 所以啊 開始了 說到這 所以法師呢 第一個就是告訴著我們 可以信概 可以收視 又可以講話 好 再來試得怎麼樣 這些呢 即為奉佛法者之師 奉其奉 就是奉其奉天不斷 這些老師 又法師 所以我們講 我們是法師 法師就要以法布施 以法施人 以法布施法拜証 好 這是 痴沒有 人法師 在你的心上 看到佛法的醫 在你的心上的 感受到佛法的定量 人法師 再來第二呢 是 這個妙法 是祖佛佛山 以及未來學者的老師 這個妙法就是 這妙法就是 戒善喚 劍喚 戒善喚 就是呢 尊佛佛山 以及未來的 修行 的老師 因為就只有這個菩薩道 能讓我們成佛 就當然了 沒有一位佛啊 就一位佛啊 說立開的佛山道 他可以生佛的 所以他為什麼叫法師 這個正法為一切修行者的老師 這樣明白嗎 這樣了解 好 所以呢 這一切的功德 這一切功德 都是什麼 該由出妙法儀先 都是這個代姓喚 佛山道 代姓喚 所產姓喚 所以出妙法 這位法師 很興奮 很興奮 法師 的老師 是沒有的 法師 好 兩種話 來 再做一個 比較清楚的說明 這位法師 得來這個正法師 這裡叫法師 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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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心 就是這個修行 這個 修行的這個 能性界 能說 能說 靈性界 靈率 靈風雲 這個人他可以做 一樣對代姓喚 靈性界 靈率 靈風雲 對於他自己本身也要說 所以他是一切眾生的 這個 修行的規範 是一切眾生的老師 所以這個人 是一切眾生的 什麼 這個 老師 看他做 那就是他的老師 所以本心呢 是一個 佛法 大乘佛法的奉行者 所以叫人法師 因為叫做法法師 這個法 是大乘法 是大乘法 大乘的 成佛的 菩薩道的法 大乘佛天 大乘佛天 因為這個大乘佛天 為一切諸分 現在分也好 未來分也好 為一切諸分 所以說 尊嚴 一切修行者 必須遵循著這個法而成佛 離開了這個大乘佛地 你成不了 所以叫做法法 法師 他就是一個什麼 規律 規範 規範 所以這個法師 兩種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法律間裡面 你說法師 是在說這兩位 可是我們這個 在這個 在我們很知道 所以在這裏 在這裏 替金頭 安定 這個法師 所以法師 他必須要怎麼樣 在這裏 對佛法 一定要請到金頭 對金頭 裡面的修憲 要用心 所以這兩項 這個法師 是同時要具足這兩個條件 就像我們本身要 要性概諷言 靈率 有法理官 我們也要尊教的 佛提到這個方用 這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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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個都要同時進行 明白嗎 明白嗎 因為 法 佛法 還要尊貴 一定要有人接受 所以我們 如果這裏 在我們的祖祖宗 都要請一支 一支禪 我們都規範 就要說 由佛出世良天禮 如今要接受規範 規範就是這個行為 法再怎麼尊貴 法還是要有任何 所以這個法 所以這個法 是我們一切大眾所遵守的規範 但這個規範必須要有這個人 這就是出家修行者 他去宏洋這個法 所以我們本身是一個 大行的 佛大聖菩薩的行者 我們除了本身主地要修行以外 我們也要尊教奉行的這個大聖法 所以同時兩個是一直進行的 其實我要選擇哪一個 因為這個是看不到的 它是一個精神 那一旦進來說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指標 行上精神的指標 像我們那些神菩薩戒 我們神菩薩戒 我們該界父上的伊德蘭 哇 在兩波的時候 哇 拿毛本師師家 練得很大 在內腕之後 開始要跟我們 要點戒八的時候 哇 一開始要跟我們 戒冷的法官 賈斯百千節 熱倫頂上群 忠不予此苦 退似不予心 哇 那個願力之大 很震撼 那就是精神 那個法 所以尊教的有這個 代仙館來做 這個法師品呢 就是人法師跟法法師 兩個都要具足 所以稱法師品 所以呢 這個法法論呢 法法論呢 在十五上尊為 第十為什麼呢 事先行聖妙力無上 聖妙力最殊聖妙力無上 第五呢 讀宋慈說 修行力 有七種 有七種 第二種慈 第二種說 第三行 行苦行力 行苦行 第四呢叫教化眾生 行苦行 第五呢叫做 護眾生 護眾生諸男力 第六呢叫做 功德勝利 第七呢叫護法力 慈利色三平 所以這個法師呢 當然這是法法論裡面有可能 那法法論是事情不上 這部論有點可惜 這部法華論的收入在我們的大葬金應該也是在第九冊 有點可惜的所在觀念是他只翻了一部分 只在保有了一部分其他的一件消心 很可惜這部論 所以你要說是在我們該歲的法華論裡面非常非常好的一部論 世青菩薩所註解的法華論 我們知道法華論的經典有正法華經 有妙法蓮華經 有天品妙法蓮華經 這是經 那這對經比較直接解釋的論 僅存的目標 因為法華論本都沒有了 法華論巴列語都沒有談到法華經 法華論巴列語都沒有談到法華經 只有我們漢典 漢義經文 古漢語裡面僅存的法華論 那這法華就是第一品的一部分被保留的 還有這個第二品的方便品在這個實如是有翻了一部分 有保留的 其他的都遺失掉了 這個遺失是怎樣遺失的 這就是歷史上的一個專本 揮繫 通常保留的就是贏流寒 因為有世青菩薩所翻譯的 世青菩薩這東西他就是讀泛文本 他就直接用泛文 直接用泛文做這個翻譯 但是那個玄壯大師去處境下來 他所得到的儲良就是這麼多 所有翻譯出來就是這麼多 世青菩薩非常可惜 假如這個法華論 當然要保留就非常完成 我相信今天的大廠廟法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應該會有更殊勝的因緣展現 更殊勝的因緣展現 我們在看台詩經典 尤其在看台詞經典 都會去關心一些翻譯 文獻資料 文獻資料很重 因為這個文獻資料是一個復法流團的思想詞 歷史有歷數人混成本來中 一種是歷數當中混成的文獻 這個是什麼 二代的緣 什麼二代 什麼二代的緣緣 一種是屬上的團形 思想的傳承 那草法論可以說是一部大正法裡面的 非常重要的思想的傳承 因為四七菩薩本來是一個修性 修性的一個行者 是無主菩薩的這個 可以說是兄弟 那他翻譯了非常多的論 都是修性論 小聖的論點很多 我們如果去看大正經 我們的大正經裡面你看 這個阿彌达摩 阿彌达摩 阿彌达摩裡面都是很多都是 談到這個 俄羅漢的一些修行 那阿彌达摩裡面的很多的論點 都是四菌菩薩的修性 修行的論點非常多 那怎麼修行 怎麼解釋 怎麼打得 可是他可以在後來寫了這個法華論 他有往生論 往生論 有玻璃表 但是法華論 真的非常可惜 哇 你看他後來呢 推崇了大正佛法 哇 把這個代仙佛法推廣 把他推到最巔峰 好 那這樣說的就是法華論 所以把我們做這個稅論 他 因為報料沒有很多 一部分 但是那一部分 比這個 比較少人在寫論文 像我們這場在寫論文 有些學生 百學生 這個叫所有人在寫論文 你如果寫到這個 管理到法華經的資料 這個教學都會問 你有參加什麼經論嗎 他說很多很多很多的書出來 只要沒有說法華論 說你不及格 他雖然就這麼那一小部分 你沒有引用到他的 因為什麼人的理論 為什麼不引用他 碎點節奏 你沒有要到碎點節奏 代表你這部論 你還不知道法華經 有這麼樣的一部法華論 你竟然都不引用他 你研究法華經還沒入門 很簡單 你說啊 我常常說什麼人 什麼教師的 什麼法師的 你聽這麼多好 你為什麼有參加這部 這部法華論 他雖然文獻這麼少 可是他的代表性 是這麼樣的具足 你引用到 你怎麼去解釋他 你怎麼去看待他 你怎麼去了解他 可能你那個論文寫 寫出來的那個 我們說那個可憐性 論文寫出來 有人告訴我 那個可憐性 讓人管理要去打 那個可憐性 就增加了很多 你沒有引用到 可能那個可憐性很不多 因為這個法華論 例如說 他就該做法華經有什麼 你知道嗎 有法蘭大師 有智者大師 有疾障大師 有疾障大師 有虧計大師 這四大師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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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目前保留給法華經改選 他們還解釋 他們有解釋 非常不好 非常的完整 非常完整 你引用到他的是OK的 但是你沒有引用到 法華人怎麼說 只要法華人裡面有資料 你沒有用到 你都不及格 舉出輕重 舉出輕重 那這個 一小波呢 可是他的音源是這麼大 我會引用虧計大師 虧計大師對於法華經 沒有法華經的看法 那某幾張大師 幾張大師的看法 自得大師 自得大師的看法 因為他們國立所推動的 這個活動的觀點不一樣 但是 目標一樣不一樣 只是說他們收的都不一樣 就像我們來講 有的人 我心想要大庭 有的人我心想要大庭 我心想要大庭 我心想要大庭 我心想的目標 我心想的地點不一樣 但是他們都共同 要有活動發明 有生就活動 這件事 法華經大師 極葬大師 智德大師 虧計大師 他們都是對於大聖火爛 推動大聖火爛 非常得力的一位組織大師 這是他們對大聖火爛的論點不一樣 比如說法華經大師 法華大師把人看見聽到 畫文 他就是一個 對於經典 一筆一筆給他解釋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怎麼意思 他就是解釋經典 一個解釋經典的一位法師 他對於法華經的解釋 想講 廟法連華心怎麼解 他解得很清楚 智德大師呢 也就是天安這麼做書 他對法華經的感慨 有分成三種 一個叫法華文句 一個叫法華學歷 一個叫摩爾子官 因為法華經 剛才就去開發出這三種 一個叫摩爾子官 非常具代表性 叫法華三大部 影響我們整個中國 佛教的局面 現在法華經開始 可以這麼舒適 也要感到這個智德大師 東西 對法華經 所以人家把天才中 又稱為法華中 是這樣 又稱為法華中 就是有這個用品 這個法華經 因為法華文句 法華文句就是 他對法華經一例一例 一句一句 這句什麼意思 那句什麼意思 他把它解釋出來 法華旋律 是說出了法華經 裡面他的重點 他的意義 法華經裡面的意義 如何是他的 方法和力量 這個法華旋律 那摩爾子官呢 是教他如何 特貴到法華經的 堅義、清澈、醫療 可以進一步的 得大成就 所以他談到一念三千 就是摩爾子官來 所以他們對佛華 對法華經的這個理解 和用功、體諒 不一樣 下出的這個內容 我感到不一樣 吉祥大師呢 是一位這個三論中的主師 那吉祥大師呢 他對這個中官 對十二門論 對百論 尤其對這個 感慨的空性的論點 可以說非常清楚 所以他對法華經的這個解釋 就是從 以空甲中三官 空甲中 這個三官的角度 去該順的化華經 也很精彩 所以談到 他談到空性 談到一切法 緣起信空的角度 從中官的角度去 該順的化華經 這非常精彩 這非常精彩 法華 法華論 法華經 那摩爾子大師呢 摩爾子大師呢 摩爾子大師呢 摩爾子大師是 得意門生大弟子 那摩爾子大師 對於泛文很清楚 對維世學很清楚 所以一該 剛該的這句話到邊緣 他的角度 就從維世學的角度 你說維世學呢 他就從這個 這個佛法的視野裡面去 用一切法 維世所限 去論說法華經 所以這四大師嘛 這個法華經裡面 這四大師 不當作 因為我以前都會想 讀這些論點 現在有時候 就發一發 就覺得哇 這 我剛才想說 頭的可能太小了 在擦底有什麼 我裡面的畫書 現在 過去一小時 可能頭的太大了 那幾個都把他拿起來 那今天有電腦好調 就被別人看的最小 因為那以前 都沒有電腦好調 他們真的可以學到那種 看電腦是可以過目途 那時候 可能他這樣 頭比較大亮 那些 竟然抵那麼多 像這個小的抵 抵就不換 記憶體就不換 不然 流到就當氣 這到來比較熱 熱 這以前的周春怎麼厲害 那既然用電腦 比別人資料 就可以接鑽 你以前沒有電腦 而且沒有電腦 而且資料要找是這麼困難 他們的資料 會這麼的齊全 然後想到這 我們這個就要讚嘆 而且要慚愧 那這麼方便 資料這麼多 就簡單 看得到你 你來的時候 有時候很差勁 過去這個周春哪有電腦 被垂直 被垂直 整個大藏金都要流去 你知道 寺院裡面都有藏金閣 要洗澡 流去藏金樓 一天就是一天 兩天三天 在那裡看金店 在那邊好好的研究 以前的寺院都會蓋一個藏金樓 合法在那裡看金 我們現在一個人 就一個光碟 在藏金樓裡面 我們只看光碟片 不看內容 C貝塔現在很多 我們只看光碟片 哇 這個光碟片 畫面它那 設計得很容易會吸引人 可是你不點進去看 你什麼都不懂 有時候在讀寺阿金 你會發現到 尤其在這個 前衛經傳的過程裡面 去感受過一個卓數的公公 我還想要他們可能都沒有睡 有時候說 沒有用這樣睡的時間很久 就這樣說 沒什麼人 他們可能都不用睡 這個 這幾個有這麼多 真的 他們在引用一些資料 你千萬一堆的卓數 不是只有解釋的法阿金 你看雪藏大師 那個那那那那那那 極上大師啊 你會介紹的中論 他解釋中論那一部中論那才叫精彩 中關論書 那一部論 進來看就覺得 哇 非常精彩 還是要講中論 還要打開 比較清楚就要打開 說的話就要困了 他解釋那一部中關論書 這經典中的經典 哇 有時間真的要 我是有看過 這是一個高齡的你看 我們就去看 我看了一個 我也讀書 讀書看不下去就是讀書意思 就讀不下去了 讀不懂就讀不下去了 有些經論 像法羅經 很切的 文理是很切的 我們看過就比別人讀書 那個論書 那個主師們 在論述佛法的時候 那種果斷 抉擇 你如果去看這個論文 裡面去講就是那位主師的個性 他的個性 大概可以從中去了解 他的個性就是他對魔法的確實 就是這麼乾淨利落 沒脫離哪一歲 那這是修行的意志 我一直說到這小話來介紹 來現在主師的一個風格 好 那法羅經 你介紹吧 我們看這個第一篇的經文 譬如說 逆時世尊 因幼王菩薩 幼王菩薩 叫八萬大師 那在這個修學 跟武學人拼了 世尊對阿蘭 尊者對阿蘭的地獸 受祭養之後 那時世尊因為這個藥王菩薩 他就告訴了八萬大師 這就是菩薩 由逆境是大眾天王不無龍諸天 你看到這個大眾中有無量諸天 龍王 夜叉 錢達佛 阿修羅 家流羅 錦阿羅 摩羅千 人與非人 一隻BQ 比丘比丘 優婆舍 優婆以求生文者 求辟之佛者 求佛道者 如是等類 賢於佛全 問妙法 華盡以聚 乃至 乃至 這很重要 這是什麼 疑念隨喜者 這很重要 這句 這整個軍文談得非常高 因為說 幼王菩薩 你看到這個祭餘的當中這麼多人 包括這天 娘 伯母 有來這裡要求生文的 要求佛道者 要求求佛道者 求佛道者 有很多不懂 來的目標不一樣 為什麼你要去教室 有人要求秀才的 有要求聖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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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要求保持的 有要求聖火的 都有 有修人天證的 有修聖火的 也有修菩薩證的 也有修要成火的 所以說 幼王菩薩 你有看到嗎 這樣 好 祭祖就要說了 這所有的 只有在佛情 聽到就叫 妙法 戀佛金 天倫的妙法 戀佛金的遺距 遺距就是非常短 非常少 但是那遺距 遺距是他可以聽 聽法而入心 不是聽到的意思嗎 所以一句一句是代表 雖然是接觸的時間這麼短 但是他的菩提心可以講 咱兩菩提心 那就夠了 很重要 很重要 藏養菩提心 這才像我們一開始 綽合好的時候 我們在家綽合好 來到火師 也是來供修 涼物 拜祥 當時對出家 基本的生活也好 甚至 菩提也要在生活 就是開始接觸以後 他覺得 妙法來好 中央就佛提心 中央就修正的力量 他如果開始想要來菩提 菩提也要像母界 菩薩界 有的這個館 比較適合 他就要原點出家 要現菩薩道 那麼為什麼說 他一開始接觸不來 後來的轉變 是一個菩薩行者 就是他不一定都在中央佛提心 所以他連一句一句 中央佛提心的念頭 他就聽到了 他連皈依的都不會太皈依 所以我們都開始先從皈依 所以皈依是一切佛法 一切善法者的基礎 皈依是一切善法者的基礎 菩薩的基礎 一切善法者的基礎 三切善法者的基礎 都一樣 沒有受任何一種戒 而可以遠離三歸一的啦 換句話說 你要成就道業 遠離了菩提心 你也成不了道業 自己說我們的菩提心 日日增長 我們來的宮廷陸祖禪 後面會提到 有做法說 菩提心那麼長 怎麼長 這麼長 怎麼樣的長 無形無修 冠熱落大 生酒就落大 願力多大 你成就就多大 所以這個法老兆 當時這個 有各種一樣 有一個叫法達法師啊 他想法老兆想三千波耶 三千波不會太簡單了 我們真一年想一波都不可以 可是很難啊 三千波耶 哇 他當然說六祖 飛靈大師的工法老兆 五百年我 踏三千波就沒有在搶手 五百年的工法老兆 還做做事 要去到他拚館了 要去到他拚館 六祖 飛靈大師說 你去到他拚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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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到他去想說 三千波耶 我想想三千波耶 哼 那個三千波這條他就給他不改善了 可是後來才被拚館 才講到徒弟姓那麼長 我們很精采 我們今天講到他拚館了 這拚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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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采 很經典的 所以在這裡也是講到 他說這拚館 這拚館的拚館 你看到台中拚館 有這麼多人 他一次到這裡的目標 要受三分 三分刀 要受客氣活動 要受活動 有一個方法 只要他在那拚館 聽一句 法華經典 一句一句 一句 哪一字呢 一量隨氣 不回望 隨時大正活法 你只要隨時大正活法 有什麼拚館佛山 這個法官就是 在台灣隨時公德 你那個隨時公德啊 你就因為那個隨時公德 吃不完啊 為什麼那個隨時公德這麼殊聖 一列隨時喔 讚嘆讚嘆讚嘆 當我們看到人家 這個風零文化的信 在我們做不到 我們管理隨時 那不太容易喔 有的人說 那我吃飯 那我吃飯 那我以前做的便宜 那個都不叫隨時 那叫做比較 甚至叫承諾 甚至叫基督 那就是我們內心無所夾的重心 在作用 夾力 所以你看到我們人家 大眾的管理 我心想想的時候 你那個 一量隨意而已 蠻多重心 在康川 除了 這個擬體,擬體,有一個人都叫擬體 是個親豆腐,是一個擺什麼本事 在打肥的,他才的環境都要去打肥 太肥了,是一個很精神的奴隸 鎖駝,鎖駝,鎖駝 那他非常準備,非常的自卑 這電競看著他就要給他拿 電競看著他就要用一頭刷,用一頭刷 看著他非常不會去 只要他要走過的地方,大家就跌平了 他就像臭蒙蒙 所以他就這樣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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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邊 都不敢怎麼進去 這肥肚子吐褲的時候,你躲下去肥肚子 肥肚子吐褲子去吃一年 肥肚子吐褲子去吃一年,又去踩他的手 他肥肚子說,世主啊 我是這麼卑劇的一個身體 我不會把你這樣打肚子 肥肚子,你跟我都是一樣的尊貴 肥肚子吐褲子,你也有肥肚子 你不要看見你自己 肥肚子吐褲子,他打肚子 肥肚子吐褲子,他打肚子 然後當然一天,他就想著世主的感覺 他也要找到人自信 那麼那時候,有人看他不去 甚至反肚了 哎唷,世主啊 你這麼準確的身份 你怎麼會去踩他的手 你這樣不行啦 幾度要怎麼做 是由地主要來給他激淺呢 各位聽懂意思吧 老闆,世主啊 你這麼準確的身份 你怎麼會去踩他的手 年期時間這麼多 他不可以跟他做會吃飯 不可以跟他做會大 聽懂意思吧 我們現在在道場 會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哎唷,他就焦燙了 他在道場 他怎麼會來這裡吃飯 聽懂意思吧 花花心裡面啊 彈的那個突擊心啊 都是很大的考驗耶 我就就跟他在手說 擬體啊 他教我們都對話 我做,世主啊 他會不會這麼說 擬體所做的工作 跟我所做的工作都一樣 只不過你就是在看 我們看得到這個皮 他在打皮 他在打皮 他好像倒本身 我是在倒你們內心的本身 把他穿起來 他是清潔外面所看到的垃圾 我為大眾所清潔是眾生內心的垃圾 那時候,世主把他的底座這樣說 他的底座這樣說 他的底座 還要去掃貴心 我們每天做一種滾舌 給他做這樣 這樣拚不完 我們每天這樣 我們做一種枝 讓這個擬體這樣拚不完 他說 你怎麼講 我們假如沒有擬體 每天幫我們做這個清潔的工作 我們這個放腮下的幕 他來幫我們請見 你會住在家 住在這裡安穩嗎 家祖父母 每天幫你拚 這放腮下的東西 你在家裡住在家嗎 你這樣放在家裡 有餘你去才會安穩 尊貴 隨時說的 聽懂有沒有 他就是這麼尊貴 佛陀當時 當時是用這種的道 有空間 寄到他爺爺 你以為他做的工作 是最低賤嗎 他做的工作是最尊貴 沒人做的就行 因為有一個偽造 怕我們比較大條 雖然今天用的是衛生設備 衛生設備的衛生 他也這樣做 所以這次的衛生設備 就說 他做的事情最尊貴 所以佛陀牽著他的手 讚嘆迷體 所以衛生設備 這個動作一座之後 參選有很大的領域 什麼很大的領域 大家一念隨行 所以一兩隨便 啊迷體不簡單 我發現到雲二有你 我今天才真的可以 在家裡做的安穩 他說 家裡這個動作一座 都沒有去召喚 都沒有去倒掉 沒有去穿隔 人家在家裡做一條 所以大家就對他 產生了一念隨行 所以 人家怎麼去找這個一兩隨便 一念隨行 那個心是這麼的真 一點都不磨 一點都不磨 所以佛陀在這個法術品裡面 一開始就有這個 幽默無塞 所有的人都說 不如你過去是 三個月來到這裡聽見 只要你聽對佛法 對大聖佛法 證明一句一句 像這一兩隨便 甚至一念隨便 你知道嗎 都為他受盡 都為他受盡 受盡 他這樣可以這種 這樣張揚菩提心 日日張揚菩提心 所以你發菩提心 因為你發佛法心 你感慨一下 每天都在成長 每天都在成長 所以只會 修煙 只會日日的讓我們 這個大為成長 大為成八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